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 每当听起自己的录音时 总是感觉怪怪的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难道我们平时说话就是这么难听吗 或许大家会认为是手机不好 或者是手机压缩了你的声音 但是换个角度想 你朋友发给你的语音和他的声音 不也没有差距吗 因此录音里的你就是最接近真实的你 那么既然主要原因不是手机或者软件 那么到底哪出现了问题呢 这里我们需要从人体听声的机制讲起 声音是通过空气传导和鼓传导 两种方式传入耳内的 当我们说话时 声带振动产生了声音 传递到别人耳朵里是以空气为介质 而传递给自己时情况有所不同 因为声波振动是在喉头产生的 因此不需要通过空气传导 直接以鼓为介质就传递到了内耳 也就是第二种方式鼓传导 而鼓传导的特点是频率要更低 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闷且音量更大 除此之外空气传导的特点或者说是缺点 则是会受到环境影响 导致音色丧失了很多细节 这就是为什么别人听你的声音 和你自己听自己的声音 差别很大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心理作用 这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第一是声音对抗 这种解释认为我们厌恶自己的声音 是因为它超出了我们的语气 刚才说到我们听到自己的声音 要比别人听到的更加低沉 而当发现这个问题时 就会在心里产生落差 始终认为自己的声音怎么这么难听 并且我们还会在语音中 听出自己当时的情绪 或喜或悲 都在语音中暴露了出来 可在说的时候 自己是感受不到的 而如此多的内在情绪暴露 同样会让我们感觉不适 第二种解释叫做曝光效应 意思是指我们更加喜欢 那些我们熟悉的事物 无论是人还是物 包括我们的声音 而之所以觉得自己的声音难听 主要还是因为听得傻 如果我们将自己录下来的声音 天天听 增加曝光率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当然如果不想用录音的方式 也可以用双手的手心 放在耳朵前面 这样说话 同样也是你自己的声音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